由于美国和欧盟相互指责对方非法补贴各自的主要飞机制造企业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一日建议 对价值40亿美元的欧盟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可能被征税的欧盟商品主要包括 奶酪 牛奶 咖啡 猪肉制品 爱尔兰和苏格兰威士忌 以及金属铜 欧盟目前还没对此作出回应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